母猪大家好,我是猪猪,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胡江网。 今天我们要学一个新的一个单元了,就是第十一个单元。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十一个单元我们将学习些什么内容。 关于课文部分的话,我们这次有个新的一个内容哦。 之前的故事告一段落了,这次呢我们会随着Vernard和Hogorin去到了一个旧货市场, 看看他们在旧货市场上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这次课文的内容跟很多的话和艺术有一定关系哦。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语法部分。 这次我们要学习的呢,是关系代词。 这一单元呢我们可以把关系代词做一个梳理哦。 并且呢我们还会学习表达情态的一些方式,还有颜色的一种表达。 语言交际部分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如何表达注意到别人的一个意见, 关注别人的意见的想法。 完全的表达一种断言,还有同意别人的观点。 而语言部分呢,这一次我们将阅读一篇文章也是跟话有相关的一些关系的。 介绍的呢就是著名的话,孟南丽莎。 最后的文化部分,我们将这一次去到了法国的中部网, 罗纳阿尔卑斯地区,去领略一下这个地区有一些什么特色的风景和它的人文呢。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带路正题了。 今天的这一个课时呢,我们主要介绍的呢,是语法部分。 所以呢,我们首先从介绍关系代词开始。 大家准备好了吗? OK,好,我们开始了。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关系代词。 其实关系代词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很多次了, 比如说在强调句型中等等的。 这一次呢,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梳理啊, 再加入一些新的一些知识。 其实呢,关系代词就是连接两个相关联的一个句子之间的一种粘合器啊, 或者是粘合剂。 关系代词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是简单的形式的一些关系代词, 另一类呢,是复合形式的关系代词。 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形式的一些关系代词。 最常见的简单形式的关系代词呢, 无非有五种, gi,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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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和 don。 前几种呢,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学习过了啊, 可能学习比较少的就是这一种don, 我们要当做一个新的一个知识点来讲讲。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些关系代词的一个运用的方式啊。 那gi呢,这时候呢, 虽然这里的很多的形啊, 它基本跟一份代词是长得一样的, 但是它这里是作为一个关系代词, 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gi呢,代替的是人或者是物, 放在的是所代替的这一个词的后面, 而这所代替的这个词呢, 我们把它叫做先行词。 它放在先行词的后面了之后呢, 它在整个后半句的从句中充当的成分是一个主语。 我们来看一句例句啊, 那作为一个年合计的一个关系代词gi, 其实呢,就年合了两句句子, 原来这句句子呢, 是Valerie et Maguzine, Valerie是我的表姐妹, 而且她怎么样了呢? Maguzine Abit Agenève, 它住在日内瓦。 好,这时候呢, 因为这个Maguzine在后半句的从句中充当的是一个主语的一个成分, 所以我们就运用了一个gi来衔接这两句句子。 由于gi是充当一个主语,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哦, gi后面往往都跟着的是一个动词。 大家可以同时来看一下170页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句型啊。 好,我们一起来看到170页上面代替主语的gi。 好,这时候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一些例句啊, 比如说第一句, 好,这时候这个重句呢叫 这位说法语的先生是我的老师。 的确,我们在后半部分里面发现了这一个 在从句中充当的是一个主语的一个角色, 代替的是一个人。 再来看另外一句例句。 好,我们这里看到这里的gi后面引导的是 好,那这边的一个主语呢, 实际上就是了Vernissage, 也就是它是新型词。 开幕式啊,将在餐厅里面啊, 举行。 好,那我们这里看到的这里也是充当的是一个主语, 代替的是一个物啊。 我们要注意的是gi常常配合这词一起来使用啊, 来充当句子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成分。 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一些例句啊, 第一句句子, 好,这我们也知道动词的一个用法呢, 叫Bahle Aguilgan。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 他是跟那个人在说话啊, 啊gi呢, 这时候充当的是一个间接兵语的一个角色。 再来看到一句句子, C'est la personne avec qui il est parti。 好,那这里要表示的是, il est parti avec cette personne。 好, 他是和这一个人一起走的。 好,那这时候呢, 这个avec qui呢, 是充当一个壮语的一个角色了。 继续看后面的一句例句, C'est un ami en qui j'ai la confiance. avoir la confiance en quelqu'un。 这个短语是表示的是, 对谁有信心, 就是表示的是, 他是对这个朋友是有信心的, 也就是我对这个朋友有信心的。 这里呢, 充当的是一个名词的补语的角色。 最后的一句例句, C'est la bonne à qui le font et l'obéissant. 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哦。 好,那这里呢, 阿忌呢, 就说做的是形容词的一个补语, 也就是obéissant的后面的一个补语。 开完了Gi之后, 我们来看另外的一个关系的一个代词, 叫做g。 g呢, 其实呢, 是代替的是人或者是物啊。 当然, 他也是放在现行词的后面, 充当的呢, 主要是从剧中的一个COD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直接兵语了。 比方说, 举一个例子, il m'a rendu le livre que je lui avait prêté。 他把我之前寄给他的书, 还给我了。 好, 那这本书在后半句的从剧中, 扮演的是一个COD的角色。 所以呢, 当中的衔接, 我们运用到了一个g。 那一起来看看170页上的其他的例句。 ce sont des amis et des clients que les le moine ont envie d'inviter。 好, 是朋友和客人们, le moine的一家想去邀请的。 好, enviter quelqu'un, 所以呢, 这个 quelqu'un呢, 就是说强调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一个直接兵语啊, 指代的是一个人。 大家看另外一句例句, c'est la bain d'ure que j'ai acheté。 这时候呢, 我要买的呢, 是这个bain d'ure表示, j'ai acheté cette bain d'ure。 所以这里充当的也是一个直接兵语的角色, 代替的呢, 是一个物, 因为是la bain d'ure。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大家要注意的, 因为这时候, 由于一个从剧的一个形式啊, 直接兵语出现在了动词的前面, 所以这时候作为一个附和过去诗啊, 带有avuah和的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分词, 这时候ash day后面要做一个性数的配合, 配合的就是他的一个seal day, 也就是他的直接兵语, 这里的直接兵语, la bain d'ure是阴性单数的, 所以这里的ash day呢, 也加上了一个n, 这样的一些细节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那g呢, 是不会和借词一起配合使用的, 当要和借词一起使用的话, 它的形式会变成g'a, 好, 这个我们在以前也学习过, g'a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词, 一般都是得配合借词一起来使用的, 我举个例子, c'est quelque chose à quoi? elle n'a jamais pensé, pensé à quelque chose, 想到什么事情, 好, 这就是他从未想到过的那些事情哦, 这时候我们就发现, 借词加上g'a这种形式呢, 可以在剧中啊, 充当很多角色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书上的例句, c'est de quoi? je ne me suis pas douté, 好,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动词的一个用法呢, 叫做 c'est douté de quelque chose, 表示猜想到, 或者是料到, 感觉到是什么事情,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 这就是这个我从未料想到过的事情, 或者东西, 那这里的de quoi呢, 在后半句的句子里, 充当的是一个COE, 也就是一个间接兵语的角色, 另外的句例句, ce beauf homme n'a rien de quoi vivre, 这可怜的男人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凭借来生活哦, 好, 这边的de quoi呢, 充当的是一个状语的一个角色, 另外一种, 我们之前也学过的, 常见的简单型的一个关系代词呢, 叫做物, 其实它也叫做关系副词啊, 它在关系从句中呢, 可以充当的是一个地点状语, 或者是一个时间状语, 所以它的先行词呢, 往往呢, 都是一个物啊, 举个例子, je visite le quartier, où se trouve le nouveau musée, 我参观了这一个地区呢, 这个地区正好是位于新的博物馆那个地区, 好, 再来看另外一句句子啊, c'est l'année où elle s'est mariée, 就是这一年他结婚了, 他这之后呢, 可以带的是地点或者是时间, 同样我们来看看170页上的一些例句, la ville où il habite est très belle, 他住的那个城市非常的漂亮, 所以代指的是一个地点的一个状语, 接下来看后面这句子, c'est l'heure où il vient d'habitude, 就是他平时来的一个时间, 好, 这里带的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状语, 物这一个关系代词呢, 经常也是可以配合一些借词一起来使用的, 比如说dou或者是barou等等的, 那它根据配合的借词的不同表达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 据一个例子, c'est un monument d'où on peut voir d'où bari, 从这一个纪念性建筑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巴黎, 这里强调的是从这个地方, 再来看另外一句句子, il connaît bien les routes, varou il faut passer pour éviter les problèmes de circulation, 他非常熟悉这些道路啊, 通过这些道路啊, 他就可以怎么样去避免一些交通的一些问题了, 当物跟借词在一起配合的时候呢, 他只能代替的是先行其所指的这一个地点, 好, 也就是说他不会跟时间有关系了, 这点我们一定要很明确,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看一个我们要新学的一个概念, 这个关系代词呢叫做动, 动其实在生活中也是相当的常用的, 他常常呢都可以代替一个的加上一个名词, 指的是人或者是物, 而充当的角色呢可能是间接宾语, 状语, 名词和形容词的补语等等这样的一些角色, 当然他的位置也是放在他的先行词的后面, 我们来通过一些例句来了解一下他不同的一些作用, 首先呢, 他可以做的是动词的一个间接宾语啊, 那这时候呢, 往往呢, 这一个动词他引导的是由一个的来引导的, 举个例子, Gatrine et mon ami, Gatrine是我的朋友, Je vous ai souvent parlé de mon ami, 我经常跟你说到的那个朋友, 好, 那这里的他的意思呢, 就是Gatrine就是我经常跟你聊到的那个朋友, 这时候呢, 我们知道后面动词的一个用法叫Barlé de quelqu'un, 这里的Quel'un正是Gatrine,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可以运用这个关系代词动, 把这两句句子连接在一起, 最后的句子就是, Gatrine et l'ami dont je vous ai souvent parlé, 好, 我们看到书上这句例句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170页, Le bandre dont je t'ai parlé, m'a téléphoné, 我跟你提到的那一个画家, 打电话给我, 好, 那这里呢, 也是Barlé du bandre, 这边又变了一个Don来代替了, 再来看它的第二个功能, 这时候呢, 它还可以代替的呢, 是De引导的一个形容词的一个补语, 举个例子, C'est un travail, Don, il ne sont pas gondon, 这里为什么有个Don呢, 学校它说这一份工作, 怎么样了呢, ils ne sont pas gondon de ce travail, 他们其实不喜欢, 或者是不满意这一份工作, 那因为这里的Gondon, 后面的这个形容词的补语是De ce travail, 所以呢, 整个句子呢, 就可以由Don来衔接了, 我们可以看书上的例句也是这样子的, C'est un élève, Don son professeur est très fier, 好, 就是这个学生呢, 他的老师非常为他骄傲, 那所以呢, 事实上就是son professeur est très fier, de son élève, 为这个学生而感到自豪啊, 第三种用途呢, 它可以代替De引导的一些名词的补语, 跟刚才形容词的补语是一样的, 同样我们来看一句例句, C'est un acteur dont j'ai oublié le nom, 那他忘记的是什么呢, j'ai oublié le nom de cet acteur, 好了, 所以他忘记的是这个演员的一个名字啊, 这个演员, 忘记他的名字, 那这个de cet acteur, 事实上是le nom的一个名词的补语, 所以我们衔接的时候用的也是一个Don啊, 除了做形容词的补语和名词的补语以外啊, Don呢, 经常都可能会与数量有一定的关系, 也是有它可以表示一些数量的一种概念, 常常呢, 都可以解释成其中是什么什么样子啊, 比如说, ils ont trois grands enfants, 他们有三个孩子, don deux sont mètres, 其中的两个是一身, 好, 所以他表达的时候呢, 就是跟数量有一定的关系, 其实也是可以省略到其中的这个être, 举个例子, j'ai acheté des bulles, don deux en laine, 好, 我买了一些毛衣, 其中的两件是羊毛的, 好, 所以这时候呢, 这里的de son en laine, 这个son呢, 事实上也是可以省略的, 除此以外呢, Don呢, 有时候呢, 还可以代替一个状语啊, 我们可以看书上这句例句, C'est la manière dont il s'habit Dieu à regarder le monde, 这是他习惯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啊, 当Don在充当一个状语的时候呢, 通常呢, 表达的是一些方式或者是手段, 好, 这里的Don呢, 代替的是de cette manière, 我们可以说, il s'habit Dieu à regarder le monde de cette manière, 这就是他习惯看世界的一种方法, 好, 以上的这五种呢, 就是Don常用的一些情况啊, 除了我们说的这几种关系代词以外, 还有一些词呢, 是可以来引导宾语性的一些从句的一些关系代词, 这些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啊, 我这边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一下, 首先是Segui, 它可以在后半句的从句中充当一个主语的一个角色, 我们来通过例句来看看, 首先是两句句子, C'est pas un lui en offer en voyage à Florence, C'est la lui a fait plaisir, 他的父母们出钱请他去富人再玩哦, 好, 这让他非常的高兴哦, 那这件事情让他非常高兴, 所以我们当中呢, 这个C'est la呢, 就可以用Segui来整体来代调, 来衔接这个句子, 最后这个句子可以说, C'est pas un lui en offer en voyage à Florence, 是他所等待的, 所以在后面去做的是一个, 编语的一个角色, 我们先接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说, Ele va se marier, et partir habiter en Italie, ce qu'elle a don de d'ibulon don, 除了ce qu'i re ce que以外啊, 因为我们今天学习了一个新的 don, 其实ce don呢, 也是可以引导一个比喻丛句的, 首先, Ila est d'un me dire d'or, 他被任命为主管, tout le personnel est content de cela, 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啊, 为此而高兴, 好,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可以发现, 他其实成为主管这件事情啊, 在整句句子当中呢, 成为了一个形容词的一个补语, 那因为这是一个整一个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要用一个ce don来引导后面的整个創句, 所以这时候整个句子就可以写成, Ila est d'un me dire d'or, ce don du personnel est content, 好,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像这种ce qu'i ce que ce qu'on, 这些句子呢, 其实呢, 它在整个主句里面, 因为它后半部分是成为了一种, 宾语的一种形式, 所以其实这其中的这个ce, 也就是它本身的一个先行词的一种代表了, 除此以外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ce, 加上一个戒词, 再加上一个qu'a, 这时候呢, 指的也是物, 用于引导宾语从句, 在从句的中, 充当的是一个间接宾语的一个角色了, 它的形式呢, 可以是ce à quoi, ce pourquoi, ce contre quoi, ce sous quoi, 等等的, 那其中这些ce呢, 都是代表前面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事情啊, 就一个例子, 由于呢, 这边的一个boncet, agelgus, 引导的是一个间接宾语啊, 那关系代词当中呢, 有介词这样啊的一个存在, 这时候呢, 一般是不可以用ce que来代语, 跟呢, 往往都是直接宾语的关系,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结构啊, 也就是整个句子, 它的动词的一些用法, 和它匹配的一些介词的一些用法和结构, 这一类句型呢, 借词的使用取决于动词和动词短语, 所以大家平时学习的时候要注意积累, 好的, 看完了这些简单的关系代词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复合型的一些关系代词, 实际要明白的是复合的关系代词啊, 它的一个词形啊, 一定要与它的先行词怎么样, 阴阳和性数都是要保持一致的, 这是和其他的关系代词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复合的关系代词, 在词一共是有四种的, 阳性单数叫做legele, 阴性单数叫做legele, 阴性负数叫做legele, 阴性负数也是叫做legele, 但是这里要注意双写了, 由于它常常都是和介词一起配合使用的, 那当我们碰到了一个介词啊或者是得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缩合, 好, 也就是当啊碰到了legele, 我们要变成ogele, 当啊碰到了legele, 也要变成ogele, 那同理我们看到了, 当de碰到了legele要变成dugele, 当de碰到了legele要变成degele, 这些细节都一定要注意啊, 那从用法上来说的话, 关系代词呢, 这种复合形的形式呢, 一般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先行词的, 它在句子中呢, 常常呢, 都是可以充当的主语, 间接兵语和壮语等等的, 它可以代替的是东西, 也可以代替的是人啊, 但是大家要注意了, 如果它是在做一个主语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如果gele这种关系代词会引起对方看句子的时候产生一种意思的不理解或者是混乱的话, 那我们常常会选用的就是一个复合的关系代词了,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170页上的一句例句啊, 叫J'ai rencontré la fille de mon voisin, qui est le maison de cet obitale,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疑惑了, 到底是谁是这个医生呢, 其实它本身的句子的一个意思呢, 是说我遇见了我邻居的女儿, 她是一个医生, 那事实上它想表达的是她邻居的女儿是医生, 而不是邻居是医生, 所以这时候呢, 选用 laquelle会更加准确一些, 所以这句句子就可以变成, J'ai rencontré la fille de mon voisin, laquelle est le maison de cet obitale, 但是呢, 当它是在做一个间接语语, 也就是COE的时候呢, 如果是指人的话, 一般来说更喜欢用的是一个借词加上一个gui, 常常都是阿gui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这个例子, C'est quelqu'un en qui j'ai confiance, 他事实上说, 就是这个人是我对他有信心的这个人啊,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会用到en le gueule这样子的一种用法啊, 但是呢, 如果是很泛称的一种人称的那种时候呢, 我们呢, 更倾向于用到的是一个复合的一个关系代词, 再来看句例句, 和我住的那些人啊, 都是非常的热情的, 那这里的légion是一个很泛质型的一种词, 所以这时候我们用到的借词加上一个复合的一个关系代词, 会更加常见一些哦,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一百七十页上的例句啊, 作为一个间接兵语, 和他说话的那个女人呢, 是我的姐妹, 这样我前面说到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文字gui来代替, 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说成, 这是带人的情况, 再来看带物的情况, 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想到的,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la femme和chose都是音信的, 所以他用到的都是la gueule, 除此以外, 他还可以做的是一个状语啊, 当然呢, 也常常配合的是一些借词的一些使用啊, 我们可以看到书上的这些例句, on organise un vernisage auquel assistons nos amis et nos clients, 好, 我们要组织一场开幕式啊, 让我们的朋友们和客人们来参与到这个开幕式上, 那我们这里的动词用法呢, 它叫做assisté à quelque chose, 参与啊,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做了一个缩合啊, 好, 那这里的一个vernisage是阳性的单数, 所以是le gueule, a碰到le gueule就变成了o gueule了, 大家看后面这句例句, 好, 这是这些人啊, 我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了超过十年啊, 好, 那这边呢, 这些人啊, 我们可以用关系带是gui来代替的哦, 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说成, 这些人啊, 我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十年啊, 最后的一句例句, 是了解答案, a led du gueule, 我找到了这个问题, 它是凭借接触了这个电脑哦, 它才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哦, 好, 所以呢, 这边的电脑是阳性的单数le gueule, 这里我们用到的短语是a led de, 那和后面缩合了就变成了a led du gueule了, 另外大家要注意的是, 复合的关系代词le gueule和疑问代词当中的一些le gueule, 它还是长得非常的像的哦, 所以呢, 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两类的代词混淆哦, 通过书上的一些句子来做一个比较哦, 首先呢, 看到171页上面的de c'de, de maison laquelle est-ce que je préfère?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就是一个疑问词哦, 首先它应该出现了在疑问句当中哦, 它意思就是说, 从这两个房子来看呢, 哪个是你最偏爱的呢? 另外一句例句, au quel de ce monsieur veut du parler? 好, 你是想跟这些先生当中的哪一位说话呢? 好, 我们可以发现当他在做一个疑问词的时候, 一般来说都是在一个范围内来做一种选择哦, 好, 他做疑问代词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信数的相应的一个配合的, 好的, 看完了所有的一些关系, 代词的讲解了之后呢, 后面我们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练习, 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下170页的第一道练习哦, 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它是关于著名的画家 Claude Monet的, 这上面的一张图片呢, 是他在Giverny的一个故居哦, 他最后也是试试在那里的, 好, 那Giverny就故居后面的一个花园哦, 也正是他睡帘的一个灵感的来源哦, 那边他就种了非常多的睡帘,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在8月份的时候去Giverny来参观一下他的故居, 非常漂亮的一幢绿色的小房子, 而莫奈的著名的睡帘呢, 我们也可以在巴黎欣赏到, 好, 他就在著名的Muse de L'Hongerie啊, 菊园, 离卢浮宫不太远的一个地方, 靠近塞纳河边, 正对的呢, 就是阿尔赛博物馆了, 好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接下来来看后面的一些知识点,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混合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情态的一些表达 好,情态呢,叫做La Modalización 其实在法语中,情态的表达是非常的常见的 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Ban说,Sansu,Sansu,Dus,也就是172页 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一句句子叫Illitavai 这句话好像是很简单的在说,他工作 可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有一种情态的表达方式 这来是他的意思啊,可以升华或者是变化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表达情态的方法呢 有多种多样的 比较常见的呢,是五种 第一种呢,是利用一些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呢,有 savoir,devoir,bouvoir,vouloir 这四个voir是非常出名的情态动词 它表达的是一种判断啊 或者是一种必须啊,一种意志啊,允许啊,状态啊,等等的 我们可以看书上这句例句 Isset travailler 这时候表示是一种能力 它很会工作啊 这时候就和单纯的一句 Illitavai就不同了 再来看一句 Illit arrive pour le diner 它应该来晚餐的 但是它最后没有来 我们可以说Illit avoir un problem 它可能碰到了一些问题 除此以外嘛,我们还可以运用到的是时态上的一些变化啊 好,这边呢,主要介绍的是一个条件式 我们也知道条件式可以表示是一个Ibodes 或者是一个Anserti句的不确信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句子 里面就用到了Sami don't have qu'il travaille 哦,它工作有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觉得它肯定不会工作的 接下来 Illit se burai qu'il travaille 它可能工作啊 再来看到第三种是利用一些副词 其实副词就有很多这种网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看到的 bien啊,mal啊,trop,bou d'être,blu à moins等等的 那Illit travaille bien或者是Illit travaille mal 都是表示它tare vale到底好还是坏的一种品质 第四种呢,是使用一些无人称的一些结构啊 往往都是Ill这样子来引导的Illit加一个形容词这种是常见的 比如说Illit probable就是可能的Illit possible 也是表示有可能的 Illit dévidant que,就很明显就肯定会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书上的例句Illit possible qu'il travaille 他可能工作 Illit dévidant qu'il travaille 他肯定工作 好,表达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 再来看到还可以用Illit forgive这样子的句型 表示他必须要工作 Illit forgive qu'il travaille 当然呢,最后的一种我们还可以利用 entonation 也就是语调 好,那就常常用带的都是口语中啊 那书面上呢,其实还可以运用到一些标点符号来表示这一些形态的表达 举个例子 VC,Message de l'Ont 表示一种羞愧啊 好,通过这样些形态的表达的方式啊 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知道不同层次的一种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些可能性 或者是它的一种确实性啊 我们来看看这种渐变的一种语气的一种变化啊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是要从最确定啊 然后呢,变成最不确定 好,最确定的那句话呢 其实就是二 很明显就是这样子呢 就肯定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是什么呢 有绝大多数的机会会是这个样子啊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应该是第三个 几乎已经可以确信了 再来看到的是 我们可以这么来认为 继续 再往下走一下就是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感觉是这个样子的 再往下走 就说啊 表示的是显示出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 就是第六个 好,怀疑是怎么怎么样的 最后的一个就是 很小的可能性会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最不确定的一种情况了 好,了解了这样子一种 地变形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 形态的表达也是相当的重要的 我们可以知道到底他认为这件事情是怎样的 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表示颜色的一些形容词啊 因为这一刻呢 我们会非常的文艺的了解一些画的一些内容啊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画的主要的一个元素就是颜色了 所以我们要对颜色的一种表达有所了解 其实常用的一些颜色词 我们之前都已经碰到过了 也学习过了 其实颜色的形容词呢 我们可以分成很多类啊 最简单的呢 从词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到的 我们就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形容词 比如说白色叫blanc 它的阴性叫blanche 黑色叫noir 蓝色叫blanc 绿色叫ver 灰色叫gris 黄色叫jonne 红色叫houges 好,等等等等的 作为一个形容词 它一定要跟它相应的一个名词怎么样 迅速做一个配合啊 但是呢 其实除此以外 我们看到形容词呢 往往呢还会出现的一种 跟颜色相关的呢 是一些派生词 它们可能来自于一些名词啊 好,例如是水果蔬菜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说 les chau sui ho majo majo实际上是栗子的意思 好,它就是名词过来的一个形容词 指的是这种栗子色哦 再来看到的是 de ruban cerise cerise就是我们熟知的樱桃 那也就是非常深红的那种颜色哦 除了是水果蔬菜之类的哦 我们还可能会拥养到像矿物啊 花草树木啊 动物皮毛啊 很多很多的 大家看后面的是 les dendères和ivoire ivoire是象牙的意思哦 这就是那种象牙色 les costumes aubergine aubergine是茄子的意思啊 就有点偏紫生紫的那种颜色了 其实这个概念跟我们的中文还是很接近的 我们经常也说是草莓色啊 柠檬色啊 等等的诸如此类的 好,相据这类名词呢 一般来做形容词的时候 是不需要信书配合的 但是有个别的这种名词演变过来这些词呢 它已经完全从名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了 好,这时我们要做信书配合 这类的词呢 比如说是 rose 布和 egarlate mauve 这些词都一定要注意了 那我们要平时积累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习惯啊 那除了像这样的一种拍声的方式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加一种词尾啊 我们有简单的一些颜色形容词 加上一个art这样的一个词尾 这时候就可以表示相关的简单的颜色形容词 上面比较淡的一种颜色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blanche 这时候呢 淡白色呢 就叫做blanchette 那注意呢 如果原来的词 它最后是有一个er的话 这时候都要去掉 那比如说淡黑色就叫nohat 那淡黄色就叫jonat 淡红色呢 就叫做hujat 这时候呢 都是统离可振的啊 都表示相对来说 比较淡一点的一个颜色 除了简单形容词和它相关的一些派生词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复合形式的一些形容词啊 那所谓复合就起码是两个来组合在一起的 这种组合的模式呢 一种呢 是简单的一个形容词 加上其他的一个有颜色特征的一个词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天蓝色 我们经常就会说blanchette 好 就像天空一样的这种蓝色 好 那血红色 我们就可以说成houges 柠檬黄呢 就是jeune citron 那橄榄绿呢 就是ver olive 啊等等的 这时候呢 不需要做信书配合 另外一种复合的方式呢 我们利用的是一个连词A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noir et blanc 黑白 或者是jeune et blanc 黄白等等的 除此以外啊 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些表示程度的形容词 来体现这一个颜色 到底是如何的一个深浅度啊 比如说gray foncé 就是深灰色 rosclare 就是很明亮的那种 美红色 好 或者是粉红色 那ver和ball 就是一些浅绿色 好 这些辅助的一些程度的一些形容词 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颜色的一个变化 颜色的表达 其实还是蛮有趣 比较奥妙的 好 大家课后也可以做做173页上面的第7集啊 看看大家是不是能找到相应的一些名词 和它的一个颜色的一个修饰啊 一起做些练习 恐怖学到的内容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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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那今天我们的语法讲解就到此结束了